两岸关系也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开始了吗 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产生之后 两岸关系呢 这一阶段的互动该会如何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邀请 将在二十四号就要率团赴北京 而这四天三夜的行程当中 将先后会见即将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 以及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 而预料习近平也将会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来定调 大年初一马总统特地到家中拜访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就透露即将前往大陆 应邀会见新一代领导人 即将接任国家主席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005年林主席的破冰和平之旅 才带来两岸这样的一个热络互信互利互荣 我想就像马主席说的乐观其成 自连战2005年两岸破冰之旅后 两岸关系又有重大变化 此刻是大陆国家主席与总书记非同一人的罕见时刻 大陆领导人与连战先后会面又成仙其后意味 预料习近平也将就两岸关系首度发表谈话 这些都是主席的好朋友老朋友 所以这一次去北京走村访救 一定是看看好朋友老朋友 因为老朋友见面一定是无所不谈嘛 连战24号抵达北京 25号拜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下午拜访北京市领导 26号责见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 以及政协主席贾庆林 27号板台 连战阵营已走圈淡化政治色彩 但习近平邀约连战会面 此刻中南海政治布局而言 这场联席会很有可能影响未来十年 两岸格局 这是新闻更新的假日台北 采访报道